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订婚同一天,结婚也要同一天吗? 我心里面很不高兴,可脸上却没露出来 我跟陈勇是在工作上认识的 谈了半年恋爱才知道 陈勇跟我高中宿舍的死对头陈苗苗是兄妹 陈苗苗是我们全女生宿舍的公敌 拉屎都让别人帮她冲水 蹭护肤品、洗发水、饮料、零食 都是常规操作 为了买新手机 她逼着我们宿舍的人交双份班费 要不然她就跟老师告黑状 不止如此,她还偷看我的笔记本 并且拍下来上传到校网 我会跟她翻脸 不是因为她勒索,偷拍隐私 是因为她考了全班最后一名 结果说是我们影响了她的学习氛围 悄悄在我们的外卖里面下投包 又在饮水机里面加了酒 如果不是我妈怕我忽然发病 免费在我们宿舍安装了客厅监控器 我都不知道我们差点全部被害死 那次我带着我们全宿舍的人把她给打了 刚知道陈勇是陈苗苗哥哥的时候 我很恶心 几次想分手 都在她的甜言蜜语迷失自我 她还为了我跟家里面闹得很凶 甚至为了让父母跟陈苗苗接受我 离家出走 这举动扫了我心中的所有雾霾 我觉得虽然她妹妹很奇葩 但至少她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为了和她在一起 我做出了很多让步 最后终于让她家里人接受了我 并且商定了下个月结婚 却不曾想到 陈苗苗也要提前结婚 和我同一天订婚就算了 现在还要同一天结婚 这举动太恶心人了 我知道她就是故意恶心我的 因为我的彩礼是八万八加三斤 她的彩礼是八十八万加大钻戒 婆婆用眼角斜着看我 怎么 陈勇就一个妹妹 他们兄妹从小的感情就好 现在想同一天结婚怎么了 如果不是为了娶你 他们兄妹会这样整天吵架吗 哎呀 还是我家苗苗有出息 八十八万加大钻戒呢 可见夫家多重视她 这还得亏了她 从小就懂得自尊自爱 不会做倒贴的 那含沙影射的口气 什么意思我那能听不出来 我知道她看不上我 陈勇是硕士生 我是一名大学生 而且我比陈勇还大一岁 因为生病休学 留级了两次 我才会跟陈苗苗做了同学 出了门 我忍不住就跟陈勇说 真的要在同一天吗 陈勇没说话 牵住了我的手 咱们先结婚 好吗 我真的不想再跟我妈吵了 一句话就让我心软了 我觉得这事情我退一步 反正以后我们不跟老人住在一起 也不会有大问题 没想到 一个星期后 婆婆打电话给我 开口就问 你是不是有一套房子 在临江那边 是啊 阿姨 怎么了 那套房子在我们公司附近 我打算婚后和阿勇去那边住 那套房是上班后妈妈给我买的 说方便 但是我嫌弃有点空荡 就一直空着 不过婆婆突然问起这房子 难道也想去住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正想着怎么婉拒 婆婆在电话那边 用着趾高气扬的语气 跟我说 才一百多平的房子 我儿子去住太委屈了 在说结婚后 你不伺候公婆 你不怕邻居骂你白眼狼 我还怕你带累我儿子的名声呢 这样吧 苗苗还没房子 你把那套房子过户到苗苗名下 给她做嫁妆吧 我被震惊到了 阿姨 那是我的房子 我的东西 凭啥要给陈苗苗做嫁妆 苗苗说了 你那个房子 离她老公的公司近 你把房子给她 她把嫁妆的八十八万给我们家 这不是好事情吗 好事情 把我的婚前财产 变成婆婆口袋里面的钱 而我得到什么 口袋空空了 我气得浑身颤抖 直接把手机挂了 打给陈勇 阿勇 你在哪里 你妈说 我在上班 这事情 我知道了 那你什么态度 我咬着牙 那是咱们之前就说好的婚房 圆圆 我也有一套房子 那套做新房吧 所以你同意这件事情 用我的房子 来给你妹妹做嫁妆 我攥紧拳头 怒火在胸口劈啪爆发 我不同意 陈勇说的房子 是在他跟家里吵架后买的 他说等结婚后 再登记我的名字 所以 那套房子 是陈勇的婚前财产 如果真心要给房子 这套房子 才价值一百多万 给陈苗苗当嫁妆 不是更划算吗 他陈勇是会计师 难道会算不过来这笔账 对 圆圆 你也知道我为了你 跟家里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连家都不回去了 这次我妈打电话 跟我说 就这么一个要求 只要你把房子给苗苗 我爸妈就真心把你当作 我们家的儿媳妇 咱们一起为了婚姻努力 好吗 陈勇的话说得很温和 带着他一如既往的亲切干练 我也挺喜欢他 我甚至瞒着父母和他谈恋爱 恋爱后 他身上装备 从内裤到手提包 我都给他买最好的牌子 就是想要他在人前有面子 他一开始看到我买礼物给他 还会生气地拒绝 这让我觉得 他是个真心爱我的男人 不曾想现在一系列操作 打破了我所有的以为 此时此刻 我瞬间清醒了 我反问 如果我让你 把你自己的房子给苗苗 你会同意吗 那房子不行 陈勇下意识急切回答 别跟他说那么多 你就直接说 没有他那套房子 你不可能和他结婚 哥 你听我的 甩了圆圆 我给你介绍白富美 你把电话给我 陈苗苗直接把电话 给抢了过去 对着我一顿狂喷 我告诉你 圆圆 你这样的女生 我看多了 你不就图我哥是个潜力股吗 他现在一个月的月薪 可是一万多 以后还不知道是多少呢 你那套房子 我看上了 明天之前 你拿好房产证 跟我去过户 要不然 后天的订婚宴 就直接取消 到时候 我风风光光地订婚 你却会被所有老同学和同事嘲笑 我看你还怎么有脸做人 啪哒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被气得差点哭出来 陈苗苗就是故意的 陈勇也是 我咬着牙 直接请假回家 我就不相信了 陈勇敢真的摁着我的头 让我把房子给出去 可我没想到他真的敢 隔天早上找到我家 用我给他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 直接把我从床上拉起来 圆圆 爸妈和苗苗夫妻都在楼下等着 你怎么还没起来 我啪地一下打开陈勇的手 我不会去的 陈勇的表情有些难看 圆圆 这是一个最快能解决你和我爸妈之间矛盾的办法 你就当作是为了我 答应一下 好吗 陈勇 你的会计证是满分拿到的吧 这笔账你算得不明白吗 你的房子一百多万 我的房子价值六百万 你非要逼我的话 可以 你让陈苗苗把我的房子买过去 我给她打个八折 多的钱 算是我这个做嫂子送她的 我觉得自己做到这个地步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而且 我更想要看清楚 陈勇是不是真的想要空手套白狼 从我手上拿走这套房子 陈勇脸上的神色很精彩 你 这是不想要和我结婚了吗 拿婚事威胁我 我笑了 陈勇 咱们的感情里面 我付出的比你多得多 可我什么时候 都没跟你一样 不断地诉苦哭穷说委屈 你现在用婚姻威胁我 不就是仗着我爱你吗 可我今天告诉你 如果你非逼我 这婚事咱们就不结了 你说不结就不结了 那酒店的钱呢 请出去的情帖怎么办 我买好的三点金怎么办 你赔钱吗 陈勇他妈 我不知情的时候 也来了我的房子里面 我打眼看到陈家人 直接扯住被子就盖住身体 气的声音都变了 都出去 我只穿着吊带睡衣 其他什么都没穿 甚至我还发现 陈苗苗的未婚夫 也跟着一起上来了 她的眼睛正盯着我看 我说圆圆 你昨天答应得好好的 今天是打算犯魂吗 快点下来 陈勇他妈上来 直接扯住我的被子 我尖叫着 他妈却更加不依不饶 羞辱难堪的感觉 和陈勇毫不在乎地 继续坐在床边的态度 让我忽然明白 他不爱我 他太冷静了 冷静到带着全家人 上门来逼我 圆圆 你都三十二岁了 别搞得跟黄花大闺女一样 除了我哥 你还怎么找到 其他男人结婚呢 房子你非要送给我 我为了我哥 才勉为其难收下的 你别在这里装腔做事了 抢我几百万的房子 上门欺负我 现在陈苗苗 反而像是受害者了 这么多年 他果然还是 一如既往的恶心 好 让我换衣服 你们先出去 我扯过枕头 挡在我面前 对着陈家一家子说 陈勇刚才还冷漠的脸上 再次浮现出无奈的笑意 走过去拉开他妈 远远 我妈的情绪 一直比较激动 我带他出去 好好劝一劝 你先换衣服吧 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我眼泪 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陈勇 我跟你没完 敢骗我的钱 敢玩弄我的感情 还敢盯上 我的房子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我换了衬衫牛仔裤 带上房产证上了 我买给陈勇的奥迪迪车 下车以后 陈勇一直在小声哄着我 说他为了我已经 把他妈弃病一次了 这次算是为了我们的婚姻 我做的一个退让 以后家里的大事 全部我说了算 我板着脸一言不发 叫到我的号码 就上去把资料递过去 登记人员看了看我的房产证 问我说 这是你的房子 你自愿赠予这位陈小姐 是吗 我没说话 陈苗苗和陈勇 都非常急切地点头 是 就是要赠予 你快点帮我们办理手续啊 问那么多干嘛呀 登记人员呜了一声 那先等我一下 我去拿表格给你们填写 陈勇他妈在后面 跟陈苗苗的未婚夫高兴地说 阿俊啊 有了这个房子 以后苗苗去你公司帮你看着 就近多了 我们苗苗了 从小就聪明又端庄 在学校里面那也是做班长 社长的脸 那可不 陈苗苗可会装模作样了 在老师面前装乖乖女 蒙蔽他们的双眼 让他做班长 做社长 私底下却能贪污搬费 利用职权之便 逼所有人臣服他 陈苗苗忽然呵呵 笑了起来 撑着下巴靠近我 圆圆 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 可没办法 谁让你没我这样好命 以后啊 你做了我嫂子 什么都得听我的 这就是你在学校 敢带头反抗我的代价 我要你下半辈子 都活在我的掌控下 喂 你们干什么 啊 警察同志 抓我们干什么 我们可是好市民啊 登记人员 带着两个穿制服的 警察叔叔冲到我身边 指着陈家一家子说 他们在胁迫这位小姐 涉嫌侵犯财产 我站起来 看着陈苗苗说 不好意思 就算你带人打上门 我也不能把我的房子给你 圆圆 你 陈勇一脸的 不敢置信 你不想和我结婚了吗 你说过你很爱我的 我之前很爱你 可我现在不爱你 陈勇 你撒抛尿看看吧 财礼才八万八 让我嫁妆翻倍给就算了 现在还想我倒贴 你妹子一套几百万的房子 而你的房子 是你婚前财产 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要是十块钱三把 你配吗 你不配 大早上的你们一大家子 逼到我床边 让我把房子转给你们 我刚才之所以答应 就是准备在这返江他们一军 出门之前就算好时间 让朋友帮我报警了 警察同志 他们这算是侵犯财产 私闯民宅吧 警察点了点头 陈家人彻底慌了 陈勇的父母嘴里不干不净就开始骂了起来 周围办事情的人 早就围观起来 我忽然没心一跳 陈勇他还有底牌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我还会怕别的吗 陈勇 是你先不要脸皮的 他都不在乎厚颜无耻的结果了 我需要在乎吗 到了警局 陈家的口径一致 房子是我主动说要送的 我跟陈勇是未婚夫妻的关系 酒席都定好了 警察问我的意思 打算怎么处理 陈勇瞪着我 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 哄着我的好态度 圆圆 你说话注意点 原本都不打算说话的我 瞬间被激起了怒火 我以前识人不清 以为他爱我 可以托付终身 所以什么都可以忍让 对他的家人也爱无及无 但是现在一切都揭开了 我还惯着他们 我就是傻逼 警察同志 这是我们昨天开始的通话记录 最后一通电话 是他们通知我 说要我的房子 我明确地拒绝了 我的职业需求 所有电话都会录音做记录 电话里面 我明确拒绝了这种 非理非法要求 你们听一下 我调出昨天的通话记录 电话里面 陈苗苗的怒骂嚣张和嘲讽 听的几个同志都给他翻白眼 陈苗苗当众被揭穿 气得直接哭起来 呜呜 远远 你怎么这么恶毒啊 之前明明是你为了和我修复关系 在我家跟我妈说 要把房子给我的 对 同志 真的是他硬要给的 我女儿嫁的人家好得很啊 根本不稀罕这房子的 陈勇他妈瞪着我 张嘴就是瞎话 警察直接看向陈勇 你们是未婚夫妻 你父母和妹妹说的是真的吗 是 陈勇毫不犹豫地点头 同志 就算我未婚妻现在不愿意了 我也不会再说什么的 这也算是家务事 能不能撤销案件 我没忍住 直接冷笑 我以为逮逐出好损 陈苗苗只是陈家的一个奇葩 可现在我才看清楚 陈家这一家子都是烂人 不是家务事 我没打算结婚 我现在的身份证 户口本都是单身 这是我房子里面的监控视频 这是我胳膊上的淤青 我希望报警处理 钱 我可以花 我现在理智回来了 恋爱脑下线了 我也不是好惹的 坚持报警处理 得亏我这两胳膊的淤青 警察直接帮我立案调查了 寻衅滋事 私闯民宅这两个事情 足够让陈永一家子 住一晚上的看守所 何况他们还想非法侵占 我的财产够他们喝一壶了 回家后 我大哭了一场 以此祭奠我过去的眼下 日子一早 我就被不断震动的手机吵醒 我打开手机就看到 昨晚没退出来的微信页面 列表排名前几的是几个工作群 999家消息特别醒目 特别是集团网络内部群 这个群平常都是发一些工作上的东西 安静地跟坟墓一样 今天怎么会热闹成这样 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群聊 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张姐 就来了个电话弹窗 我心中疑惑着 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 赶紧按了接听见 远远 你是不是出事了 话筒里传来交集的询问 没有 怎么了吗 我昨晚不是在小群请了病假吗 我有气无力地说 姐 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情了 这份工作是我凭自己本事得到的 所以我一直很珍惜 哪怕失恋退婚 也不会无故矿工 张姐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久 就在我以为公司是不是破产的时候 她才开口说道 圆圆 你没出事 那你怎么能在集团内网里面发布那种照片呢 这 太不堪了 哎 电话直接被挂断 我一头雾水没明白 张姐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左警察局里 陈勇那威胁的可怕眼神 在我脑海里浮现 心底一个不安的念头 却逐渐出现 我急忙跳下床 跑到书桌旁边打开电脑 在一边打开微信里面的所有群消息 照片 凌晨五点多的时候 我的集团内网账号上 发布了一张 我自己的个人性感写真照 那是一张性感到 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照片 半裸的后背顺着白色的酒店 被子盖住了我胸口的位置 我整个人发丝凌乱 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可酒店暧昧的黄色床头灯映照下 这张照片在什么样的氛围下拍下的我 就引人遐想了起来 哎呀 这是免费大照啊 没想到 以前看到给组的小组长 我还以为是个乖乖女 原来是个小辣椒啊 这人疯了吧 在内网发布这照片干嘛呀 博上尉啊 看着评论区各种嘲讽贬低的话语 我像是被丢到了冰窖里似的 全身发冷发颤 鼠标网上一拉 盯着那张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拍下的燕照 我顿时恶心赶上冲 直接转身 跑去厕所狂吐 啊 王八蛋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我吐得浑身筋疲力尽 连最后的酸水都吐不出来了 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 拿起手机想要求救 却发现发来微信的人全部都是在业余嘲讽我的对话 这一刹那 我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如同潮水一样朝我涌来的恶意 我将手机奋力砸向地面 任由它粉碎 仿佛只要看不到 就可以掩盖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一般 我捂住脸崩溃大哭 感觉到周围全部都黑了下来 我以为脱离父母的掌控 我可以过得很好 现在全没了 被这照片全毁了 一想到这照片会被更多人看到 到时候我的同学朋友和父母亲戚 都会看到那张难以启齿的照片 一想到以后走在大街上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我觉得人生都是灰暗的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完了 我摊在浴缸里 任由清水没过我的身子 甚至没过我的脸庞 直到呼吸困难 脑海里闪过父母担心的眼神 闪过陈勇那恶毒的眼神 闪过陈苗苗那嘲讽的眼神 不 我不能就这么死去 这事肯定是他们干的 我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 哗啦一声 我从水里钻了出来 磕磕 鼻腔里腔了一些水 很难受 我奋力地咳着 许久之后才缓过来 许是脑子被清洗过 我一下子清明了起来 离开浴缸 我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 捡起因为被摔屏幕裂成蜘蛛网的手机 检查一下 好在还能用 打了一个电话 对方也一直在联系我 电话才通就被接了起来 远远 你在哪儿 怎么不接小舅舅电话呢 我瞬间泪奔 开始责怪自己 怎么可以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就想不开 差点自杀呢 小舅舅 我很好 圆圆乖 我知道你是个坚强的孩子 不怕 那网上的照片 我已经让人黑了 大家手上也找人处理了 放心以后 也不会再有人拿这事说的 抬手抹掉 眼角的泪水 我深吸一口气 才回到 谢谢小舅舅 我没事 我错了 当初不该不听你们的话 这事情 铁定是陈勇干的 我现在 无比后悔不听父母的话 非要自己独立 甚至小舅舅知道 我在跟陈勇谈恋爱的时候 不看他对陈勇的调查 还非要他帮忙 隐瞒父母 准备来个先斩后奏 俗话说得好 不听老人言吃亏 在眼前 这话 真真实实地 在我身上验证了 这个渣男 当初就知道 他不是个好东西 居然敢这么对你 看我不把他 他扒一层提下来 一听 这是是陈勇干的 小舅舅就气得直跳脚 没错 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我小舅舅集团 旗下的一个分公司 平时不管这些 我也是入职后才知道 我当时气得不行 以为是小舅舅给我开的后门 直到他拿全身家跟我保证 我入职跟他真没关系 他也不知道我居然成了他公司的员工 小舅舅 这事我要亲自报仇 我决定了 这事情结束之后 我要回去父母身边 不再做叛逆的孩子 这个事情就当以后 我接手公司提前练练手 不行 圆圆呀 这事情你不让小舅舅插手 回头你爸妈知道后 会扒了我的皮的 最后我还是拗不过小舅舅 只好同意他帮忙 不过主要的东西都要我自己来 挂了电话后 我一下子拖了力气 瘫倒在床上 这事哪怕小舅舅把帖子黑了 哪怕利用职权压下了这事情 但是悠悠众口 哪里是想赌就能赌的 就算他们嘴上不说 心里是怎么看我的又如何得知 小舅舅的办事效率很快 没多久就把帖子发布地址 发了过来 还顺带打包了一份 陈勇利用职务之便 帮我部门主管伪造报销明目等各项东西 非法挪用公司资金 涉及高达几百万 我说王主管怎么总是看我不对付 时不时给我穿小鞋 我还以为是同性相斥 感情早就跟陈勇勾搭一起 由此可以断定 他们绝对有一腿 当初就疑惑他一个刚工作没几年 工资才一万多的人 哪来的钱说买房就买房 不曾想居然胆大到挪用公款 亏我当时还真信了他的解释 那首付是他炒股 以及这几年存款来的 看卓手里的资料 我则笑起来 再次给小舅舅打了个电话 小舅舅 我觉得陈勇跟王和有一腿 你能帮我弄一组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吗 王和可是有夫之父 听说夫家还挺有权势的 既然他跟陈勇一丘之和 还敢挪用我小舅舅公司的钱 小舅舅公司我可是有股份的 他们挪用他的钱就等于拿了我的钱 不折腾一次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我保就是聪明 小舅舅早就准备好了 马上给你发 说必小舅舅就挂了电话 随即我微信就收到了 他发给我的压缩包 这个压缩包很眼熟 不就是上个月小舅舅 给我的陈勇的调查结果吗 打开一看 好家伙 居然连他们滚床单的照片 都有 气得我抬手就给自己一巴掌 是我蠢 非要相信陈勇为人 压根没打开那个压缩包 不然事情也不会到现在的地步 次日我给自己画了一个艳丽的妆容 换上小舅舅给我送来的战袍 踩着九公分高跟鞋 退去了平时的青涩 俨然成为一个职场强势女性 开上我那尘尘已久的法拉利跑车 朝公司而去 这一次去 我不再只是一个打工仔 而是以懂事的身份 移进公司 我就听到了周围的的窃窃私语 还有那种时不时瞥了我一眼架势 不用说肯定是在拿左那张照片说事 我很想掉头就跑 但是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某明星为了艺术都可以真空上阵 我只是录个杯而已 没什么的 深吸一口气 我昂首挺胸 拿着爱马仕限量版包包 继续前进 哟 这不是圆圆吗 你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 还来公司干嘛 打扮得这么艳丽 是想来勾搭那个领导 王和的狗腿子王姐 一看到我就嘲讽着 王和毕竟是个领导 很多事情不方便直接出面 所以经常吩咐王姐给我使绊子 看到她我突然想起 左怎么没让小舅舅把她一起调查了 跟王和同性十有八九 有亲戚关系 这种靠走后门进公司的人 没什么本事 却能拿高工资的事情 绝对要杜绝 我嗤之以鼻地冷声回道 哦 开除 我想这公司里还没有人能开除的了我 我可是除小舅舅之外最大的股东 还是董事会成员 非特殊情况还真没人能动得了我 哈哈笑死我了 圆圆你以为你是董事长女儿呢 还没人敢开你 就是她以为她是谁呢 王姐跟一众人同步大笑了起来 哦 董事长女儿倒不是 只是外甥女而已 舅舅说得对 我从一出生就站在别人所没有的高度 不用惧怕什么 什么都有她和我爸妈兜着 圆圆你就别在这里说大话了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你什么底细我能不知道吗 陈勇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围了上来 紧挨着王河那亲密模样 俨然要公开的节奏 本以为自己的控告够她喝一壶了 不曾想用了什么手段这么快就出来作妖 看到她 我胃里就犯酸水想吐 但是此刻不能怯场 神兮一口气我忍住 冷笑道 是吗 你真的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一直以来我都只跟她说 家里只是有点小钱而已 圆圆 看在我们在一起的份上 我劝你石箱点 赶紧滚回去 你让谁滚回去呢 一声咆哮声从不远处传来 随即就看到公司负责人 大汉淋漓的急冲冲而来 圆董 抱歉抱歉 处理点事单个点时间 让您受委屈了 负责人一到我跟前 就点头哈腰道歉着 辛苦了 看着她因为急着赶路 不断地喘气的模样 我并没有将气撒她身上 听小舅舅说 这负责人别看体型超人 能力也超人 重点为人靠谱 这一系列操作 直接看傻了众人 最先跳脚的是 王姐这个狗腿子 总经理 你这是做什么 圆圆已经被开除了 不是 对 做出了那事之后 我就被单方面通知开除了 只是我没有理会 开什么厨 要开也是他开我 负责人心中一颤 从知道我在他这儿上班开始 就忐忑不安 生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这两年来 一直兢兢业业地苟着 不曾想自己 不过出差几天 就出大事了 想着左董事长吃人的目光 就身心惧怕 这下王和也纳闷了 不再当透明人了 总经理你这话什么意思 负责人也不再隐瞒 直接说道 圆圆是咱们董事长的亲外生 我们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什么 围观人员唏嘘不已 特别是王姐更是惊叫了出来 想来现在极度后悔 不过我并没有管他们 只是紧盯着不远处的陈勇 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懊悔 以及一闪而逝的惊恐 特别脸上的表情 更是五花八门 想来怎么也想不到 我家庭条件超乎他的想象 我冷泽一声 缓缓地朝前走去 路过王姐 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扫过王和 最后在陈勇面前站定 陈勇以为我还惦念着他 看我走近 马上换上一脸温和的笑容 甚至想伸手牵我 不过被我躲过了 但也不气恼依旧笑脸相迎 圆圆呢 之前那些都是误会 都是我妹妹不懂事 我会教育她的 酒店什么都没退 过两天的订婚 我们照常进行 则 我笑了 笑自己以前眼瞎 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渣男 也笑陈勇一想天开 都这样了 还想着挽回 美的他 订婚 订哪门子婚 陈勇你不会以为都这样了 我还爱你吧 我冷嘲热讽着 随后 贴了王和一眼 哦 酒店没退也用得上 反正你跟王主管不是恩爱有加吗 你们订婚呀 我一语直接让在场的人员炸开锅了 纷纷朝他们投来八卦的目光 圆圆 你跟陈勇有矛盾别拉上我 王和面色一僵 甚至挪开两步拉开跟陈勇的距离 以此掩饰两人没有特殊关系 陈勇看到我意味深长的表情 也慌了 结巴地硬着 圆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算心里对我有气 也不该把王主管拉进来 对 咱们先把私账算了 再来处理公事 我点了点头认同道 陈勇你 到我内网账号 私自发布我私人照片 这事我已经报警了 我话还没说完 陈勇就率先出口 圆圆 你别血口喷人 你自己不要脸发的 别把这事赖我身上来 呵 陈勇你以为你做得很隐秘 你那点小聪明 在我这压根不够看 以前我爱你 所以很多东西我有滤镜 你真以为你很厉害 我无语地摇摇了头 你找的那个黑客 早把你卖了 我手上还有你在网吧 发布照片的视频为证 不 不可能 陈勇脸色灰白 倒退一步摇头着 好了 私事解决了 咱们说说公事 我从包里掏出打印出来的 一系列证据 摔到他身上 这是你跟王主管利用 植物之变非法挪用公款证据 等着蹲大牢吧 警察同事马上就到 这下王和也面色发白 哆嗦着冲我大喊着 远远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不就因为我平时苛待你 现在仗势欺人 我跟王勇又不熟 怎么可能跟他一起 做这种事情 不熟 那这是什么 我又从包里掏出一叠 他们的亲密照 朝丢过去 是非黑白 你们跟警察同事说吧 哦 忘了告诉你 我居高临下俯看着他 这照片 我也给你老公寄了一份 想来 陈勇能这么快出来 由你老公出一份力吧 现在他知道 自己捞的人 跟自己老婆 有一腿 这绿帽子不知道 戴的是何感受 我本来就一米六七 加上踩着九公分高跟鞋 现在气场全开 瞬间把王和 他们全部压制 此刻的我仿佛 全身散发着光芒 一般 艳丽无比 王和捡起离自己 最近的一张照片 抬眸瞥了一眼 跟他一样 瘫坐在地上的陈勇 脑子只有两个字完了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能屈能伸 他瞬间反应过来 抱着我的大腿哭喊道 圆圆 圆董 跟你有仇的是陈勇 我和你并没有冲突 平时那些小打小闹 我知道你不会计较的 这样吧 我把拿的钱补回来 求你放过我 陈勇也反应过来 一起凑上前痛哭着求原谅 圆圆 我错了 我改 求你看在我们在一起的份上 饶过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两只腿被他们一人抱一只 恶心死我了 我很想甩开 却被紧固得越来越紧 想喊人帮忙 这时候 一声怒吼从后方传来 你们给我放开圆圆 警察同事非法挪用公款的就是他们 快把他们抓走 在警察同事的帮忙下 我很快被解救了出来 看着两人被扣上银镯子 带走 我对迟来的舅舅露出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 小舅舅 你来得太及时了 小舅舅的宠溺地揉了揉我的脑袋 宝 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好 我回家 无论如何 生活都是必须向前看的 我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挫折 必定会付出一些代价 可也会换来一些成长 回家后 我进入了家里的集团公司任职 熟悉一切业务 为以后接管做准备 没多久后 我收到了王和和陈勇 分别被判了八年和十年的结果 并且听说陈苗苗的婚事也黄了 我知道这事是爸妈知道一切后 对他未婚夫施压后的结果 而他父母之前 每天都来找我 从开始的求原谅 到后来的辱骂 不过一切都被我父母挡住了 我心里没多大波折 依旧每天我的学习和忙碌生活 并且在小舅舅的安排下 我相亲了一个他的忘年交 开启了我的新人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